他是一个重情重义 也是说话算话 同时对于地方非常照顾 我们的议会的龙头和议长 那其实他当初其实在很久以前 其实就有提过就是 他是支持郭台铭 那郭董他也有提到说 如果不是郭台铭的话 他会选择退党 但是其实我必须坦白的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其实这个当然说 我们合议长他是 他说的他就会去做 但是他其实也是非常支持国民党 那其实包括他也有跟 我们的南投的许说话许县长 他也有去讨论 他也有跟他拜托 那也有通过许县长 也有跟合议长这边也有说拜托 所以合议长他是一定 一定会是 一向是支持国民党的 我们南投县议会我们的合议长 那他其实算是在我们南投县 而且是大家非常肯定的政坛的前辈 那其实他是一个动情重义 也是说话算话 同时对于地方非常照顾 我们的议会的龙头和议长 那其实他当初其实在很久以前 其实就有提过就是 他是支持郭台铭 那郭董他也有提到说 如果不是郭台铭的话 他会选择退党 但是其实我必须坦白的跟各位报告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当然说 我们合议长他是 他说的他就会去做 但是他其实也是非常支持国民党 那其实像侯市长其实在这两天 其实也在非常积极的 不管是个人 那以及包括透过他的就是 周遭所有的一些方式 跟各地 他的许多朋友都有在做联系 那因为正式提名了之后 许多的一些动作 他就会开始进行 那其实包括他也有跟 我们的南投的许说话许县长 他也有去讨论 他也有跟他拜托 那也有透过许县长 也有跟何一长这边 也有做拜托 那其实何一长就算 他当初他曾经说过的话 他是确实他就是 也做一个表达 但是何一长他其实他是 非常的 非常重视国民党 而且他也是非常的 是希望和平不要战争 他还希望地方繁荣 他还不要再有这个民进党 包括赖清德的这种后续的 这种不好的这种状况 所以何一长他是一定 一定会是一样是支持国民党的 而且其实何一长过去 也曾经担任过南投县党部的主委 他对于地方的党工 他这是主动张罗经费 他还甚至出钱出力 他还在地方许多党务活动 都非常的支持 所以他这次他选择 他去做一个退党的动作 其实他是因为他当初所说的话 他是造作 但是他还是会支持这个国民党 以及支持这个和平的路线 那我相信其实苏花姐跟何一长在聊 或是何一长在议会的时候 跟许多议员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只是让我们也知道说 他说过的话 他当然是他也这么做 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会去支持国民党 那同样的 侯市长他也有跟侯市长 跟侯市长的团队有反应啊 就是说也是找时间 也来拜访我们何一长 因为我们何一长在地方 其实对我们的难受泄民也是非常的照顾 那其实他本身来讲也是很中意的人 所以说如果侯市长跟他去互动的时候 那一定可以非常麻烦 所以相信对于未来来讲 他拜访到了就是我们的何一长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过程也会是顺畅的 那未来来讲 其实在地方上面 其实大家的共同的目标 就是我们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 让地方能够和平稳定的发展 那所以说我相信不管是苏华街的努力 我们大家的努力 包括侯市长 还对于我们的何一长的努力 包括刚才金杰先生有提到的 其实我们就是郭董 那我们男投女婿郭董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资产 他也是中华民国重要的资产 那我相信能够整合成为一组候选 再加上后续能够整合 包括柯文哲那边 我相信这才是达到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两天啊 这个民进党的网军啊 他们其实透过各种的方式 他也是在网路上面想要去分化 他们就开始反串 一直在反串啊 对留我的那个 我昨天做那个民调 那个留言的反串啊 哇塞 我们今天挑掉 要把它挑掉那些反串 因为一看就看得出来嘛 很辛苦耶 我的工作人员 哦今天很辛苦 非常的辛苦 对 没错啊 其实不管是郭董的支持者 还是侯市长的支持者 其实大家要的就是 我们能够引回来 那所以说看到这些小ID在反串 其实在制造分化的时候 那在这里我相信 其实侯市长跟郭董 会是一组最好的候选人 那同样的侯市长跟侯市长的团队 在这个部分除了积极的 能够来去拜托拜访郭董之外 那包括过去郭董的支持者 其实就像侯市长他也打电话给许县长 也打电话给许县委县长 其实大家也都有获得了一个正向支持 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 还在像我们看到那个T台也有做民调嘛 目前的话其实征召了侯市长之后 其实民调确实也是赢过赖青的 那只要大家能够团结整合 我们必须要引回2024 这一次的立委选举在你们新北市 这可以说是侯友宜的本命区了 这次的立委应该会选择比上一只好看 很多很多很多吧 你有信心吧 当然目前新北有12个区里面 那么有登记的有9区 包含这两天正在做民调的中和区 有游飞龙跟张志伦 两位在这个禁竹 那当然还有三个区还没有 就是包含山崇、卢州、新庄 这三个区 那这三个区呢是民进党的大本 尤其是山崇啊 是铁板一块 但是也没有关系啦 侯友宜在去年 这个11月16号连任的时候 在山崇、卢州、新庄都大获全胜 都大获全胜 这个是历届 不管是县长、市长 从来没有的历史记录 他既然能够大赢 你看在这一个107年的时候 侯友宜第一次选 大赢苏贞昌 30万票29万多 在山崇、卢州都输耶 都输给苏贞昌 一千票左右耶 你就可想而知 在全新北赢30万 在这一个山崇跟卢州 既然还是小叔 那侯友宜市长 他就讲就是说 既然是这样子 我一定要加把劲的努力 我一定要让山崇 让卢州所有的 有很多外来的包含云林啊 北韩、嘉义啊 台南这些 会将的我们这些好朋友 去到这拒绝的部落 他希望能够这个表现 让他们看得出说 侯友宜市长真的很用心 很关心你们 他就把市政做的特别好 尤其把山崇打造的 跟以前完全脱胎换骨不一样 所以说在连任的时候 在山崇、卢州都大赢 那我们的这个区块 现在正在寻觅 这个人选也不排除空降 这个山崇 现在已经讲好的 一个叫做蔡明堂 那当然卢州 我们现在也是正在找 所以说在侯友宜的本命区里面 有12个立委的参选人 现在有三位 我们之前是十位比两位 在2016年的时候 变成是 倒过来他们立委的是十位 那蓝领的是两位 那时候因为碰到大环境 对对对大环境 那这一次侯友宜的本命区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应当审慎 乐观的评估 审慎的评估 应当最少 会有这一个6到80以上 6到80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这样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E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E 这个APE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